东马唯一一场的新水本试镜活动圆满结束 当天除了古靖人 不少来自沙州其他地区的民众也特地前来试镜 也有一些父母带着孩子到场 以行动支持孩子追梦 这是我们上海新州的报 第一次办这样的活动 就是演员试镜活动 我非常开心 高兴这个反应获得非常的好 很多读者朋友都来残饮 我们新州日报接下来将会继续办这种迎合年轻人的活动 而且把它带来这个沙拉月 这个各个地方 这一次的新水本试镜活动 评审团就包括了新州媒体集团营运总监陈志云 新州日报杀区总经理钟汉成 监制李永昌 许康文 导演丁世云以及尹文汉 紫红波 新三到今天古靖的这个试镜 我们都发现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 艺术年轻人可能是年长的干草演员或者是小朋友都赢了 虽然今天来的参赛者没有其他那两场那么多 可是来的参赛者的数字我觉得是相当的好 而且加上在东北可能比较少这一类的活动 包括影视的发展可能也没有那么的蓬勃 可是其实却看到很多很有心的人 而且是具备有很好的潜传的演员 觉得是大家其他的影视公司可以来这里挖掘一下这一片土地上的人才 对于古靖这一战呢 对我来说一个最大的一个印象呢 就出现两位我觉得外形是很好的一个条件的试镜者 那一位呢就长得很像我们的马来西亚的试后林亦婷的一个妈妈 另外一个呢就很像我们的中国一个名演员叫豆肖 那我觉得这两个的是我目前我心里觉得除了他们有演技之外呢 外在条件非常好 我觉得这是个很意外的收获 所以我很期待说接下来在槟城那一站呢 也会找到一些有外在条件也有内在条件 然后表演又时宜的一些新的演员 有别过往两场的试镜活动 这一次的评审团们主要考验参与者的内心系 对于参与者们的表现 导演女文汉紧于正面的评价之余 也提供接下来还要参与试镜活动者一些小忠告 这一次的试镜的那个片段就是 就是希望来试镜的人可以做到眼眶带累 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办法做到的朋友 或者是你不想移造这只是做的朋友 我是更加的欢迎 因为那个可能只是一个在剧本里面是一个参考的方向 但是你不一定就是强制你要去跟从 这反而就是我是希望来面试的人 他们是就是看过这一段对白 然后经过小话 然后用自己的特质 或者是顺着自己的情绪演出来 如果我们看得到那个表演是符合剧里面的角色的话 我们就会就会考虑 或者是你是不符合的话 可是你的特质是很特别 我们反而会改剧本然后去研究你 想要一元电影梦的朋友 记得把握来临最后一场的新剧本试镜活动 新剧本这部电影 基本上我们要找超过50位演员 所以如果你对演戏有兴趣 想让我们发掘你 记得我们还有一次的最后的一次机会 就是在6月3号英诚那一场我们在这里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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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